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燕麦俗称油麦、郁麦是一种低醣、高营养、高能量的健康食品 其营养元素不但含量高,而且质量优是叫做现代人欢迎的食物之一 燕麦蛋白质含量确实很高 我们常吃的大米蛋白质含量是6%至9% 而小麦则是8%至13% 那么燕麦高达15%至17% 而且燕麦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质 氨基酸构成和更利于人体的吸收 一般骨类脂肪含量是2%至3% 然而燕麦的是5%至9% 油酸含量高于其他骨类 燕麦中,油酸含量高达5%至9% 但大多数是不饱和脂肪酸和亚油酸 对于预防冠心病加强心血管健康有显着的效果 而且燕麦还含有蒲聚糖能够起到保健作用的关键成分 吃燕麦后我们可以有满满的饱腹感 而且每天早上吃上几十克用燕麦做的早餐足以让你撑到中午 此外燕麦所含的膳食纤维还可以起到刺激肠道蠕动预防便秘 由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存在可以缓解释放葡萄糖 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 再来燕麦也有着显着的减肥效果 燕麦蒲聚糖不仅具有显着的降血脂作用和减肥的功效 还可以作为一身原调节机体肠道均群结构 那么燕麦适合什么人群食用呢 燕麦一般人群都可以食用 燕麦营养丰富 但是不容易消化 所以食用燕麦食品要少量 而且要经常吃 每天食量为四十克为宜 小孩或者是老人应该更少 否则可能导致胃痙磷或者是腹部脏气 老人和小孩不要在晚餐大量食用燕麦食品 即使食用也应该选择燕麦粥 那么燕麦尤其适合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以及想减肥人群食用 但糖尿病患者应该掌握取代白米 而非额外增加的原则哦 吃燕麦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了 肠道敏感的人不易吃太多 以免引起腹脏胃痛以及腹泻 燕麦一次不易食用太多 否则造成胃痙磷或者是腹脏 而且过多也容易导致滑肠流产 所以孕妇更应该计食 其实燕麦包括了很多种 包括了去核燕麦 刚切粒的燕麦 传统麦片 快速燕麦 以及即食燕麦 如果大家嫌燕麦太过淡而无味 那么煮燕麦的时候 大家可以加入香蕉、蜂蜜 各种干果或者是小块的巧克力 可以增添燕麦的口感 如果不喜欢燕麦的粘稠口感 可以扔进烤箱中烤的脆硬 或者是拌点鸡蛋 面粉下锅煎成甜软厚实的煎饼哦 超市里的燕麦产品有供煮食的 也有供充食的 煮食的更健康 一来没有添加砂糖、奶精、麦芽、胡筋、香筋等成分 二来可以提供最大的饱腹感 血糖上升速度最慢 而一冲即食的产品虽然方便快捷 口味也好 但往往加入了糖分或是奶精 不仅不能增效 反而抵消其防病功效哦 燕麦可以根据个人喜欢选择不同燕麦产品 采取不同的吃法 来满足不同口味以及需求 适合自己的 当然是最好的 大家不妨每天喝适量的燕麦 这样对你的健康更加有益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你还在吃燕麦吗 别忘了分享以及按赞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